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好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组叫宫崎不备似 为什么叫宫崎不备似 因为我们这一组有器官所 然后有我跟魏妮 然後有人管所 有軍心跟監藥 然後我們還有掌握亞洲局勢的亞太所同域 所以我們 你要我們幹嘛 我們都可以 所以我們叫宮崎吳輩子 然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奧圖馬 我們要以琉璃工坊跟奧圖馬的併購案 來帶入這個村子兵法 好 那這個併購案之前也被稱為是科技相藝術的一個併購案 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奧圖馬這件東西 好 可能我們每天常在用的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AXON 好 有點可惜 那個奧圖馬他就是一間 他的母公司是中強光電集團 他也是最大的投影機的製造商 他從零組件到研發製造到品牌行銷 一貫作業 然後他在那個2002年的 他本來是有自創一個奧圖馬的那個品牌 然後這個奧圖馬在2002年就獨立出來 好 然後在2007年的時候 就奧圖馬他上市櫃 然後到2007年除了上市櫃以外 他的投影機的銷售也是變成第一名 好 然後他就是持續的承諾研發 他跟銷售高品質 然後享受合理的投影機產品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辦法 享用這麼多投影的設備 不然在以前我小時候 這個投影機一台紋子的 好像都十幾萬塊左右這樣子 好 然後呢這個奧圖馬他的願景 就是使商務更有效 然後讓教學更出色 生活更精彩 那他這個投影機的普及化呢 他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機器設備消費化 好 然後複雜操作簡單化 現在我們只要按一個on 好 然後機器就全部都打開來了 然後再來是高價商品的平價化 以前我借一台都要十幾萬塊錢 好 那現在也可能一台 一萬到三萬就買得到了 好 再來就是平價商品有趣化 我們可以用投影機製作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其實像現在的婚禮也常用到投影的技術 好 再來就是琉璃工坊的介紹 那個琉璃工坊的話呢 他在1987年他成立於淡水 然後現在是那個華人世界最大的琉璃品牌 好 然後呢他在台灣 上海 北京 新加多 馬來西亞跟美國總共擁有七十多家的藝郎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楊惠山跟張藝 楊惠山以前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藝人 好 然後他藝人絕染的 好 開始變成了 開始去玩玻璃 好 然後呢 他們那個琉璃工坊有超過二十件的作品 然後被世界最知名的國務館列為永久的收藏 然後再來 琉璃工坊 他的企業願景就是 永遠不斷的創作有藝人心的作品 好 非常的 非常的浪漫 然後呢 他會取琉璃 是因為他想要經由琉璃這種材質 然後呢 來做學習跟創作的過程中 傳遞這個工藝的美 然後呢 也對歷史跟文化的歸屬 還有藝術的意義來做一個強調 然後每一件琉璃工坊的作品 他不僅是工藝美術 他也是一個藝術品 然後再來 他那個琉璃工坊 他一個長期的策略考量 雖然感覺好像琉璃工坊 他怎麼會去跟奧圖馬做併購 那其實琉璃工坊他在2003年的時候 他就有成立一個啊哈品牌 他推動多媒體的動畫產業跟製作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他希望跟奧圖馬科技的合作 他可以迅速的進入他們的目標市場 然後可以取得他們所需要的資源跟能力 像奧圖馬他是主要是否歐美市場 那琉璃工坊的話呢 他是亞洲市場 然後呢 他希望他們雙方都希望能夠 擴大營業版國 那也希望能夠降低成本跟營業規模 然後像那個奧圖馬他也希望能夠藉由這樣子 可以獲得他投影機的外型 跟他的設計概念有所突破 然後呢 經過了 經過了張毅先生 他20多年的深思妙算之後 他們才真正的跨出了這個合併的這一步 然後呢 他才能夠在和平的 和平 經過和平的過程 順利的併購對方 那這個併購呢 在孫子兵法中 也算是一種懸勝的概念 因為他們奧圖馬跟那個琉璃工坊 他們是友善的 協議式的併購 他們是具有互補作用 然後呢 也希望能夠互蒙其力的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省慎的面對 併購的過程 像奧圖馬他採用是企業收購的方式 以換股加現金的方式來併購流離工坊 並更名為流離奧圖馬 那他這一個併購的過程 大概花費10億元左右 然後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動員作戰組織變革 或是面臨中大決策的時候 我們耗費了許多 如果沒有把情勢跟對方的禮貫摸清楚的話 比較容易去誤國 誤民 類似三居 那同樣的 然後我如果我們在併購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投入過多的時間 還有金錢 那我們組織是不是很容易疲勞 然後呢 你們的僵侍 士氣低落 而且資源也會容易耗減 然後再來 我們為了要避免 過高的財務負擔 財務負擔 基本上來自於下面三個方面 一個是出貸過高 然後再來就是過度的負債 再來就是後續的投入資金 那在這邊的話 奧圖馬他對流離工坊 做了許多的改變 比如說因為藝術家 我們是浪漫的 他們沒有任何的金錢觀念 然後在併購過程中 奧圖馬他引入了閱讀 報表的訓練 還有導入開店的POSE系統 然後在產品開發流程上 他花了三年的改進 從開發 本來開發一件商品是兩年 然後到現在 其實只要花九個月的時間 藝術家們就可以伸出一樣東西了 但是在流離工坊這邊 他的改變就是 我本來是說故事的 怎麼變成談數字了 我的藝術已經不見了 只剩下商業交易 然後在奧圖馬跟流離工坊的併購方面 變成了文化上的衝突 營運上的變革 變成他們需要去Care我的營運排名 跟我的財務儲益 這是對流離工坊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在奧圖馬跟流離工坊併購的過程中 然後奧圖馬希望他能夠運用流離工坊 然後奧圖馬他希望運用流離工坊在藝術美學的優勢 就是跟他的創業 創意設計這邊去強化移鼎 他的品味生活 跟他的品牌形象 我們可以看到原本奧圖馬他在合併之前的款式 所謂這款片 都很無聊的 都北北 四到四到五到五到五到八 然後那個鏡頭就是 看起來就是一個鏡頭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的感覺 他在2008年合併後的款式 就是感覺好像是不是有一點時尚 然後有一點流線型 有一點線條 不太一樣了 然後呢 再來這邊 我們用高論 他就是我們討論出來 這個是 他花了三年以上的時間規劃 才能夠晚時間內磨合 然後消滅了許多的共同制度 因為那個張毅先生他每天 他為了合併每天花了十幾個小時 跟他的所有的員工 還有他的高階幹部拍會 一直跟他們洗腦 然後在這邊 我們洗到後來 對於我們未來的願景 上下同心 就是修道而保法 然後呢 我們的公司的組織策略 所以策略就是我們想要併購 我們想要合在一起 我們想要有條件交換 才可以順利的進行 好 那在這裡啊 什麼是併購的最大阻礙 就是人才 為什麼是人才 因為合併的嘛 這個地方 這個文化已經不是我以前的 熟悉的地方了 所以會怎樣 會想要有酬趣的心情 那像在這裡啊 那個琉璃工坊他以前啊 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作用名就是 我的人生就是八 財務就是一 八比一 但是併購了之後 變成財務一定是八 我的人生已經變 我的人生 生活已經剩下一了 他們就覺得 這怎麼跟我之前的想法都不太一樣 然後在這裡 其實他合併到去年 他們又分家了 為什麼 因為文化衝擊跟市場低迷 真的還是沒有辦法去突破 他們對未來願景上下同心的這一個 堅強的理念 然後呢 像琉璃工坊的員工他一直抱怨 我過去重視是美好人生價值 八 然後現在為什麼要看數字 數字以前是八比一 但是現在是一比八 然後呢 奧古馬的員工抱怨 我為什麼要賣玻璃 好 然後呢 老顧客抱怨呢 你們琉璃工坊怎麼越來越商業化了 然後呢 再來投影機市場遭到LCD電視的侵蝕 在這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的老公家 我們有併購一家 大家有熟人想的公司 叫做朝日啤酒 沒有人沒喝過的 好 那時候 謝謝 那時候我們併購朝日啤酒的時候 朝日啤酒真的快要倒了 好 那因為很便宜 然後呢 他的朝日跟那個阿薩義跟我們老公家的阿薩義 我們老公家就叫阿薩義 他就覺得我們有同樣相同的名字 我覺得不能讓他倒 好 所以我們在併購的時候很簡單 連名字都沒有改 就直接把他買過來了 好 然後呢 為了我們要讓他 讓併購順利 讓過程順利 讓他能夠趕快的再起 好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只要主管請我們出去吃飯 我們喝的東西一定叫做 阿薩義啤酒 好 然後呢 每年一次招待員工去黑皮的那個場所呢 一定是 阿薩義啤酒的工廠 好 然後食物絕對只有以下而已 好 就是啤酒喝到爽 好 這樣子 嘿 那 因此我們才有辦法做這麼順利的結合 但是 奧圖馬跟流離工坊畢竟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好 然後呢 在這邊 就是一約到二月天 三月地 四月降 五約法 我們當然是要先求上下團結一心 再去談環境 時事跟地利 還有人和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在這邊 我們確實 確實 順著這個孫子兵法的思考的脈絡去進行 而且在短期內 我們確實是有創造的跡象 但是 因為剛剛所講的時事所趨 好 因為流離工坊的人開始抱怨了 好 然後 奧圖馬的人也開始抱怨了 然後再加上 欸 頭頂機的市場萎縮了 好 使得我們 逼著我們 不得不 不得不去 做 欸 策略性的分家 好 然後在這邊 我們 雖然啊 剛從併購的結果來看啊 好 奧圖馬跟流離工坊 他的合作看起來是失敗的 但是在併購過程中 我們雙方都有察覺到可能的問題 可能發生的問題 然後盡力的做到事情的控制 去創造這個戰 好 那我們討論過後覺得說 他是符合孫子兵法裡面的複衛戰 而沒有算勝者得算多嚴 好 就是說在衛戰之前 我們已經經過了周密 翔密的分析 然後也比較跟謀化了 就像張毅每天不斷地開會 跟他的進千位的員工 去分析我們合併之後的得失利弊 然後呢 他也每天晚上都發檢 去給他的高層 許多的叮囑的事項 好 然後呢 雖然 雖然我們失敗了 因為被時事索逼 但是也算是一個精彩的過程 好 然後我們結語就是 顧孝之以七季 而所欺勤有 主屬有道 降屬有門 天地屬德 法令屬行 呱呱呱呱之後 我們覺得 在七季之中 天地屬德這個部分 就是天時跟地利 影響了我們所有的併購 主導說併購 主要的果實 以上是我們高齊不被組的報告 謝謝大家 同學們 什麼問題 這兩家公司屬性如死的不好 現在能否併購在一起 做夫妻做了三年 後來又離開了 這有點 是 把人家很壓抑的 你們有什麼看法沒有 都什麼疑惑 來 請問一下 您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個主題 因為這個公司 奧園華公司跟柳嶺公寶這兩個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會想到說 他們有這段故事的發生 那你們是 這個選主題的緣起是什麼 所以才叫 恭喜不被 出了意表 是吧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選擇 好 那是我的關係 那個是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 其實我就剛好有想到這個案例 因為我有去採訪 那個清明上有的圖 清明上有的那個長長的那個 那個部分 就是他會動的清明上有的圖 那個就是他們的投影機下來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是因為這個典故 然後我又去再去翻 這一奧圖馬這家公司的一些相關的故事 剛好就放到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對 所以就寫了一堆東西這樣 謝謝 還沒什麼問題 這個過病的過程 你們剛剛一直強調說 他花了三年的時間 還沒有成熟的人 花了三年時間一直在思考 構思 你們有報導這方面 他是怎麼 他從哪個角度去思考這個病毒案的 他思考哪些問題 思考哪些問題 就是從 因為流離工坊 他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很浪漫的一個點 然後他們真的都不會去算商務的東西 不會去算錢 沒有去 沒有他們的會計帳 其實都沒有太過的清楚 奧圖馬是一個機員 就是進來之後 他們開始教他們怎麼去處理財務的問題 就是教他們怎麼做 所以 這個其實算是 中間其實短期的理念 他們算是成功的 因為他還教他怎麼樣的去營運 要不然 流離工坊啊 他們的房租都超級貴耶 他們都選了點 都是在百合公司的對上面 然後 房租一個月房租可能有十幾萬那一種 就是他完全沒有數字的概念 完全沒有 因為聖兵先生的後球戰 所以他一定是想說這個詬病會成 而且如果真的合併一定會成功 所以他的想法是希望能夠用數位科技 或是用這種投影設計 然後去結合那個經典的藝術 像那個流離工坊 如果能透過那個照明 讓他能夠發的光越亮越漂亮 其實他們那段期間是有成功的 他們發明了很多 會動的動畫 那個親民善而復只是一個例子 然後相當相關的案例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在那段期間裡面 然後 後來是真的不行的 是甚麼原因 是財務的問題分了嗎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你有問題嗎 我有問題嗎 有沒有甚麼要給我們這組同學一些甚麼建議 你們或許可以 應該會影片裡頭去秀一些 他們合作以後 隔壁以後開發出的新的產品 是多麼的漂亮很成功的 然後後來因為剛剛聽你這樣講 沒有很明確的去顯示他們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只有講說員工開始抱怨為什麼我們要付錢 然後顧客說為什麼越來越4塊 然後另外一邊是說我們幹嘛要搞這些藝術 或者什麼東西 其實他們分了應該有內部一些不得不分的原因 主要是財務啦 他的財務真的是撐不起來 會一直 其實是琉璃工坊會一直拉低奧圖馬 因為奧圖馬一直都會往上跑 他的 他的東西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在現在市面上也是 好 OK 問題有什麼問題 這個案例雖然是失敗的案例 但是我覺得這個案例是相當有潛在的 有潛在性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那其實他們成功過 但是後來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財務的問題 他說他們開出來的產品是不為大眾所喜歡嗎 或者是他不能達到那永遠的目標嗎 他會失去原本想要評價的意義 到最後他們後面就奧圖馬的東西越來越貴 他必須要設定很多不一樣的產品 他變得越來越貴 就失去他原本的評價的用力 OK 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是讓大家很炫的一種感覺 你看說那種 游離工房本身就已經很 那些產品本身就很炫了 然後加上這些投影的技術下去的話 其實他這個情景是很可惜的 只是很可惜 2011年的那個花博那些 也是他們的 也是他們的 還有2011年才是實際上會的 是啊 你看到沒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他是很有 可以有國際化這種潛力的 只是可惜就是說 這塊到底過來問能變成怎樣 不行 你們加來可以進一步去感到他 先生 好像他沒有 沒有先好好想清楚 應該是先生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先回他們這桌 好 謝謝 謝謝 好 開始囉 大家好 我們是孫子向前衝 那我們這次要講的議題就是有關於 異美 因為最近實安風暴的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會先做一下 異美的基本介紹 然後再提到他們最重要的降臨 帶領他們 到今天這樣子的發展 就是他們靈魂的烏高騰招先生 然後再來看就他們的行銷策略 以及最近的近幾年來一些突發狀況 然後最後是現在社會整體的 實安風暴跟我們的結論 那異美是在1934年的時候 由高帆王先生所創立的 那在1937年的時候 就由他的兒子高騰招先生接手 然後他也並且把異美這個品牌 行銷到世界各地 然後也獲得國內外許多消費者的認同 那他們的記憶裡面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們認為食品是老食人的行業 是良心的事業 那這其實從孫子兵法的武士來說 稻天地降法也就是他們的稻 他們要求員工以真誠實在的良心來製造食品 讓他們公司上下人工都朝這個道來努力 只要求將最高品質的商品來販售給消費者 那特別是他們到現階段的話 他們還是堅持不要進入中國市場 那有人就覺得說 那到底不是失去了中國市場的先階了嗎? 但是現在總經理高知名聲稱他說 他現在不代表放棄 他只是認為目前現階段中國市場的制度 跟法治化都還沒有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他們不會貿然進入中國市場 那就代表說高層 一美在經營社會上面他們不會盲目的跟風 他們會事由借由算事件評估好他們整體的情勢 像是借由先算掌握中國現在整體情勢 然後他們認為目前還沒到進軍中國的時機 因此他們就不會輕舉妄動 來增加自己可能失敗的機率 那他們現階段也是不上市不上櫃 因為只要你上市上櫃 就代表你也必須要對股東負一份責任 那他們怕的就是他們為了不要賺取 他們不要求賺取更多的利益 因為他們不想要棄手 他們已經堅持八十幾年來的理念 就是他們希望秉持了自己的道 然後不要背叛他們的顧客 他們一路轉也就是這樣子的低調而踏實 然後默默地吸取各方的知識 還有技術來研發新的產品 那現在講他們的靈魂人物就是高騰招先生 他積極地吸收資訊 然後來製造一些來製造他們的產品 那這就是代表他有了立準制謀 他除了有經營企劃企業的謀略之外 他也有長遠的眼光能夠適時的改良產品 來符合顧客瞬息萬變的需求 那他在品質方面也輕易輕微 他認為種植就是要親口上百次 認為沒有問題才可以上架 那這邊也看得出來他對消費者講求的信用 他親自確認商品對人體是沒有害的 然後確保口味上沒有任何的差錯 那如此謹慎的要求 為了就是要提供最好的商品給消費者 那他們在公司制度上面 他將員工當成自己家人一樣的照顧 有以上這麼多的員工福利 那像剛剛提到他們的經營理念 還有一個企業文化就是勤儉 像當時他們市售的冰棒都是用保利融合包裝 那是他們第一家是改用紙盒 那雖然這樣子會讓他們成本提高 但是他們認為當商業利益跟環境保護有衝突的時候 他們還是優先選擇自律環棒 展現了他們對環境的人愛之心 那在公益方面 他們像是贊助一些文創產業 那還有搶救儲計 以及他們高騰教先生還辦了英文報紙 那希望可以讓公眾深入 提供公眾的深入探討公共議題的原地 那這看得出來 他們將自己所賺取的利率來回饋給社會 那另外一方面他們在產品的部分 他們積極的研發新產品 像是現在的銅鑼燒冰品 還有黑旋風冰品 都是他們率先推出的 那在這邊先讓大家看一段廣告 你會用來看一段廣告 另一盒make 就參加這版一個點 ен下一個點 鐵差不多 尤其 Это 這個是他們在1998、1991年推出土豆人冰棒的時候 所打造出來的一則廣告 大家可以看到在當時它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 它一推出都造成轟動 因為它同時有不同的放言的感覺 在他們之後陸續推出許多冰品新口味的時候 也將像是客家化、福州化還沒融入在裡面 這套放言廣告讓一枚冰棒迅速攻占市場 成為第一品牌 這邊可以看出高藤教先生 他一冷靜分析市場之後 由於創新來拓展事業的雄心 然後所以他們可以推出這麼多熱銷的新產品 那還好他們除了剛剛講的清簡 他們不是只是說說而已 他們在公司內部上也真的落實 像是公文紙袋 然後還有一些再生紙 他們都有實際在運用 那他們除了還會自發現 讓員工去節約能源 那高藤教先生他嚴謹的要求 嚴謹但是卻是合理的要求員工 在平時就應該落實環保 那在等一下提到的品質管理方面 他們也會 他們也有制設檢驗室 那嚴格的檢驗在所有原物料 還有食品是否安全無益 無益 那接下來講到他們特別的行教策略 像是第一點就是他們產品多元化 像是他們有一些健康醬料 還有醋、連結禮品、糖果、飲料、米油、肉鬆、飯熟 跟米樂蛋糕 他們各個只要有跟食品有關 你想到也要跟食品有關的 幾乎一美他都有設定 那最特別的就是像剛剛提到1990年 他們也有推出一個紅豆牛奶冰棒 那其實在當時的市售的傳統冰棒 紅豆的顆粒都沉積在冰棒的前端 然後他們就是察覺這一點 所以他們開始利用他們技術的優異 然後他們將紅豆顆粒均勻分布 在整支冰棒的各個角落 就像是他們圖片一樣 然後所以當時一推出的時候 就一炮而紅然後熱銷至今 那市場佔有率也一直遙遙領先 其他同業的產品 那他們經營方面也是多角化 像是他們有自己的製造工廠之外 他們有自己的牧場 然後像是在南崁也有觀光工廠 那他們也 像是他們也知道 未來可能觀光還有休息產業會高度發展 所以他們透過事前收集好的資料 所以他們就輕易的拿下了 北二高西湖休息站 還有桃園國際機場航廈產業的經營權 那他們在推出新產品的時候 就像前面提到 他們會事先調查 目前市場上別家產品有劣勢 就像剛剛紅豆乒乓那個例子 那在針對別人的缺點 他們看到別人沒有的 然後他們去研究開發 最後透過自家優衣的技術 開發出別人所沒有的產品 所以他們才可以輕而易舉的 就可以站領市場 那就是代表他們有妙算 那在食品品質管理這部分 他們對食材的堅持 主要來自採購原物料的五個原則 第一就是看來源 第二看價格 第三個他會看供應商的客戶 你當看他到底都跟哪些人打交道 那第四就是他們在南韓有自己的實驗室 第五的話就是交貨的時候用心驗收 那他們在南韓有高規格的檢驗設備 那一套數據完整的食品資訊系統 那還高至米先生他就說 那當供應商知道我有檢驗能力的時候 那相對的他就比較不敢偷工減量 那這邊可以看到食品最重要的就是品質 那義美選擇有信用的廠商作為合作夥伴 那雖然原物料會比較高價 但這就是義美他所要的 他不會貪圖低廉的價格 然後他們只使用優質的材料來製作食品 不會擔心這樣子的高成本 會讓他們自己的利潤減少 所以他們在品質這一部分 在第一步就已經先讓自己利於不敗之地了 讓其他食品業者都沒有辦法勝過他 在價格方面 因為他們有我們前面有提到 他們對產品有一定的堅持 所以他們的食材的原價也會選擇成本較高的 因此為而符合成本 所以他們的定價也會想著是否合理 但不會一味的想要壓低成本 導致定價會比同行業高 那舉布丁來說 統一跟衛權的布丁他們的售價是12元 但義美雖然要平均一格是15元 但雖然義美的價格比較高 但他們其實是不靠打價格戰 而是使用安心的原料 以及我們前面有提到自家高規格的檢驗設備 那他們利用這品質的優勢來保持自己公司的活力 而這也就是一個權的概念 那其他對手則會使用一些較低裂的原料 甚至是違法的添加物 以較低的成本來保持他們公司的利潤 當食安風暴時 義美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那這就是義美他們靠著自己對品質的一直以來的堅持 那我們再以布丁為例 可以看到統一跟衛權他們都有 高國糖、糖漿、鹿角、菜椒跟赤槐豆椒 赤槐豆椒 然後其中像鹿角、菜椒 它就是其實像吃多的 它是會腸胃到潰癢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對吃多的 其實都對人的身體不好 那衛權甚至沒有用新鮮的雞蛋來做布丁 但相對來說義美的布丁是使用鮮奶跟新鮮雞蛋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對品質的堅持 而通路方面呢 義美他的通路由自營的門市、便利商店、大賣場 還有其他像生鮮、超市以及百貨公司 那他們還有設立觀光工廠以及在網路上放售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他們的自營門市 那這也就是他們專門賣義美商品的賣店 那其實並不是所有大賣場或是便利商店都有賣 都能買得到義美的商品 所以就算在其他通路沒有上架他們的產品 他們有自己最後的退路 也就是他們自己的自營門市可以販賣他們的商品 那這就是自保 那如果販賣得好的話 大家就會爭相與義美合作 然後便能一舉在各大通路銷售 所以這就是自保的全盛的概念 那之所以其他公路之所以比較少義美的商品 原因是因為前面有提到義美的產品它定價比較高 那許多大賣場都會就是希望可以要求說 可以有配合他們的活動促銷降價 但因為義美要考量它的成本就比較不容易配合 所以大多還是以他們自營的門市販售為主 在一市場在觀察市場的情形而有不定期的折扣 所以義美可以說是違地折磨、實地折戰 當他們陷入困境之後 藉由自己的門市同路衝出敵人的包圍 魔球、脫離險境 在推廣的部分 義美的廣告如同他們的企業文化 可以看到這張圖 他們的就是以生實、實在的理念 來傳達給消費者他們的產品 然後並且還有在網路行銷、電視媒體跟報廠雜誌 可以看到他們想要傳達義美的理念 義美他們利用廣告以及不定期的折扣 可以看到這兩張圖都是 那這兩樣的方式就是製造其生事 秉持著不斷地自我要求 要把最好的產品、合理的價格貢獻給顧客 讓自己可以處在有利的事態 那這也就是適者、因利而自全顏 然後接下來我會講他的突發事件 然後雖然我們知道 義美在多次的實案風暴當中都全身而退 所以是食品業上面的優本身 那他其實也是有一些突發事件 像是他們在 這一個是原物料過期事件的話 就是龍砍廠的副廠長 他指使下面的員工使用過期的原料 來生產他們的暢銷產品小泡芙 那其實整件事情的原委就是 那一個他們是為了要製造素肉產品 而進了植物性蛋白 但因為該產品的銷售量並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沒有使用完這些原物料 然後他們在2010年8月的時候 這些原物料就已經過期了 但是他們在2012年5月到2011年5月到2012年8月之間 還使用這些已經過期了一年以上的原物料 去製作他們暢銷的小泡芙 那因為義美它生產餅乾糖果色 市占率高達了2到3成 是台灣國內最大的市占率的品牌 那其中小泡芙又占了兩成 所以可以發現小泡芙一出次其實是影響到非常多的消費者 然後他們在事情爆發了之後 雖然也就是發出了各發出了兩封聲明 但是他們都指出說測試廠內員工 因為對品質管理的疏失所造成的 所以管理階層其實並不知情 然後那在這個事件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出 他們在過期原料的使用 其實就忽略了他們最重要的產品 因為義美身為一個食品的製造廠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顧及到消費者的安全 那今天如果是這件事件是發生在一個 完全沒有食安問題的市場的話 那它義美它爆發出這件事件 有可能會使它不法全 使它抑絕症 那這就是他們沒有顧到他們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那因為使用了不該使用的原料 但他們也犯了不知君之不可敬而畏之禁 然後他們也不曉得說不可以佔 但是他們卻還是使用卻還是佔 他才出征了 所以他們就導致了失敗 那其實在這一整個的事情發生 他們的說法雖然是 是下面的員工並沒有做好 基品質的管理 但其實這個烽火也就讓原本 在食安問題皆為出世的 有氧企業 義美蒙羞 那以義美創始人的經營理念 是食品是良心人的試驗是互相違背的 但員工並未彼持著同樣的信念在生產產品 甚至想在事後掩蓋的事實 那就是沒有依照上下統一者勝的道理 然後第二個突發事件的話 就是他們在2013年被發現了 他們有排放了違法的污水 那在事隔不到一年之間 他們又被發現了第二次 那其實雖然在事後 廠方人員有立即的清洗濾網 並將渠道內殘留廢水回湊處理 但其實由於有兩次的違規事件 所以還是依照環境保護法來罰款 那在事情發生後的三天之後 高智敏總經理就率環保方面的主管副局去說明 那環保局也同意他們提出的改善計劃 那在這兩件事件就可以發現 小泡芙與工廠排入廢水到南凱西事件 都是由內部的作業有所舒適所造成的 而且領導者也沒有掌握工廠的作業程序 而使公司的形象受損 那使用過期的原料會造成消費者的健康有疑慮 然後排放污水也會造成消費者健康有危害 所以對做食品的義美而言都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那他們就失去了以前優等生這樣子的不敗的條件 那義美如果再不改善內部各作業管理 就會露出可勝的破綻了 那唯有不斷地修到保法 然後確認公司的每一個員工都可以 實時地以食品市良心人的企業為準則的話 才能防範這些事情再次的發生 接下來有我講到食安風暴的部分 那食安風暴主要是發生在2013到2014年之間 那就是舉凡生活用品中 毒澱粉、瘦肉精到食用油 很多都出包了 那同樣身為食品業的義美 義美其實在食安風暴之前就已經發現 市售許多豬油的成本有售價不符 像是他們調查說 就是食安風暴前一桶豬油的成本 大約是100到... 他們早就已經覺得說 這些油的原料不是不好 就是非常的劣質 然後所以就是試者因利而治權也 義美平時就掌握自身的理 就是他是用良心在製作商品 那當食安風暴爆出之後 其他業者產品發生問題被抨擊的時候 就是義美的事來臨了 那因應這個事 義美也推出他們的純水煮豬油 造成搶購 那顧善善者求之於世 不責於人 顧能責人而認識 豬油的成功並不是因為義美強求 他們的員工開發創新產品 而是順應食安風暴這個時事 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安親豬油 那接下來我要說的是 就是大家最近都有嘗喝的豆奶 那義美的豆奶是和全家合作 在今年的3月4日 在全家潮廠上一架 那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7-10的背後 有統一這個很大的食品大廠在支持 那其實全家就缺乏了 像7-10背後這個食品大廠 那所以當在全家缺乏好的食品製造夥伴 那義美又缺乏同路的時候 他們就合作 那先來講一下7-10 7-10為什麼不是跟7-10合作 那在7-10的立場來說 因為他們是跟義美其實是一個競爭對手的關係 他們其實不希望義美有太多的產品 在他們的超商上架 因為統一也有出陽光豆漿 那所以最後是義美跟全家有現在的合作 那對於義美來說 全家就可以讓他的優勢產品 就是豆奶 增加在市場曝光的機會 提高佔有率 那我們認為這就是應用孫子 取用雲國的策略 而達到不爭天下之嬌 不養天下之犬 性己之失 威家餘敵的效果 他們不需要跟很多的同路商合作 他們善用 只要善用義美這個合作對象的資源 就能夠將產品 豆奶這個產品推廣到市面上 造成其他對手的威脅 那來做個稍微做個統整 就是不論之前的泡谷事件 或是一些實安風暴 那義美都能夠到目前為止 還是被大家所佔育 然後安然於世 就是因為他們品嘗真的是 就是像他們說用良心做事業 而且他們品嘗無致民無勇工 而且加上萬全的準備 不需要多餘的停銷 也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那等到就是問題真的發生 大家就會知道什麼是好商品 並支持義美 那來做個小結 義美帶食安風暴之中 決勝的幾個關鍵 首先是先知 以及義美會 算 就是撫慰戰而妙算者勝 得算多也 以及知己知彼的部分 那就像剛剛我有說到 就是 因為他們其實平常就有在 調查整個市場 所以他們在食用油風暴之前 早就知道對手的產品是有問題的 就是已經立於自己是 就是 不敗之敵 所以只需做等敵之敗 那市的部分 他們平常就以正道經營 加上洞察先知 那透過 就是順應這個時事的行程 達到天時地利以及人和 所以一推出豬油跟豆奶 就造成搶購風潮 然後網友也發起用心臺幣 讓義美下架 那最後 這個 我要講一下 就是我們整組 這個報告的總結 義美先具備五事 才能在七季中勝過同業 利用真誠實在的廣告 製造其聲勢 透過帥以得知市場上的資訊 冷靜分析市場推出新口味 得到消費者惡劣迴響 並且擁有自營人士 就算不予很多通路商合作 也能治保而全盛 那他們 以先知先讓自己立如不敗之地 再藉由累積自己的實力 達到先盛的境界 甚至可以不占而去人之兵 那然而 雖然義美他們的理念是好的 但是由於人員會隨時間流動 因隨時修道而爆發 檢視公司的道 是否還存在於每個員工的心中 才能一直達到不敗的條件 就是防止 像之前小泡芙的事件在發生 然後我們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同學問什麼問題 這邊有問題 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主意是作業 所以一個地方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同學有講到 義美的生產成本比例般的同業高的 所以讓他們在通路我們吃 但是他們都面對這個食品 你先加入的這個地方去打敗 有一點類似的東西 因為我算是有一點兵工 但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剛剛有說廟算是因為他們覺得 目前台灣就他們去很養同業 所以他們覺得說 應該都是使用很壞 那有沒有可能他們知道 他們在這一個市場大分補充 所以他們自己去創造這個事 比如說我們去 他們自己 瑞士去介紹這個產業市場 用不安全的事 來創造這個事 讓他們自己可以 掌握新的多數 因為畢竟現在整個市場 那大的業者像同業這種會覺得 他們其實已經勞斷大分補充的產業 那應有會不會覺得自己在這個產業 如果他只是一直堅持自己的起見 在做自己做的事 是人沒有辦法發現他 他是不是要轉手去發放的東西 他會不會知道 我們做的會不會是會做的 那你們這一組想要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在討論的時候 也一直覺得說 欸他就像剛剛那個同學幫我們補充 就是他知道同業的東西 可能真的有問題 那為什麼不去揭發 那我們是覺得說 我們自己是 就有點去推測畢美的心理 就覺得說 剛剛同學說到 我覺得他這樣不去揭發 我不覺得他就是被動 他是 就像老師上次提到 他是在一個房市的地位 就他現在雖然是房市 但是他還是有主動 去讓自己的東西更好 他不會去主動去攻擊 他先不主動攻擊別 因為我今天如果去揭發了他 那你不知道他會拿出什麼東西來擋你 或是他可能也會害你身敗名裂 就等於有點類似 你可能兩人在那邊鬥來鬥去 就兩敗俱殺 然後所以他就想說 先把自己的部分先做好 然後因為他就有點人在坐天在看 你用不好的東西 你做壞事一定就是會被懲罰 所以我覺得說 他他們真的 就是他們只要等那個事來到就好 因為他們對手就在做不對的事啊 那老天也一定會懲罰他 這個問題你們待會兒 欸 你沒有被摳到 沒有被摳到嗎 你們這組也會被摳到 還有好 還有那可以 那把楊祖來講 同一個話題也蠻好 那我發言 有一些問題 就是剛剛你講的 那個實際上 通報跟不戰人 虛人 吃兵 因為你 你講的我也是有這個感覺 我記得說義美他如果是一個良心師弟 他是女人才強然的良心師 他知道事實際上 市面他的產品不好 他這樣就跟他有種 他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你一直講說不戰人 虛人 吃兵 又知己知己 好像他就知道說 欸 這市面上都是不安全的 但他是 卻沒有採取行動 所以這個就有問題 第二個 違地折磨 折磨死定的戰狼 那個公共理事說 他 也就是說他 義美在這個公共的市場上 因為他價格好 他也比一些商家會罪 他沒有辦法 其實就我所知道 義美的長期 除了他自己有些 那個經銷的電影官 那他在通路也有 他加了很多 那些 那些牛奶啊 什麼的 就有不夠牛奶 就有 那還有就是說 義美這個企業 他不上市商會的話 代表了你說 這樣的話 他就不用貴補中 那不好嗎 我的意思是他 他商會上市 貴補中 因為就我所知道 他不不上貴 上市的貨補中 都是貫心 而且他賺的利潤 大概 都才是他 的好利益 所以他有一種利潤投降 他不願意把這個利潤 封給股東 像一些企業 長春啊 還有義美 還有在國內 有什麼 騙子很算 長春也上市 還是正式販 或者是說 他不願意去 擴大他的資本市場 然後最多負責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這組的 presentation做得不錯 但是就是到後來的部分 因為可能時間的關係 你就是照著那個上面那邊唸 這個是presentation很大的一個致命 你應該是 應該是 寫在上面 但是你掌握要點 講一兩句話 呆 這樣可能會才快 而且我們 知道嗎 那你們的資料準備非常豐富 這是你們的強項 那 其實 這個公司可以 可以讓我們深刻感覺到 我上次跟你講了一句話 說 孫斌說過 決勝的關鍵在到 你覺得這個公司有沒有到 對外 善盡社會責任 對內 他對員工 你覺得他對員工如何 你知道他賣東西 大概義美是所有國內 包括統一都沒有 他做到了 那唯一一家公司 他內部有設一個食品實驗室 那食品實驗室 花了好幾千萬 全台灣所有的食品業 就只有他這家公司 有食品實驗室 所以他任何上游的原材料 一進來的時候 他一定要先檢驗 就不會像另外的大廠說 我們也是受害者 你知道嗎 就是對品牌 就沒有任何的責任感 所以這家公司呢 如果他有上市 我覺得他就可以投資了 不知道你們看吧 你看 老師 剛剛像那個大哥說的 就是說 地美他不想要上市上櫃 他不想要把 因為他不想要把定日 分給他的股東 但是你看 那些有上市上櫃的公司 就是因為他為了要把利潤分給股東 他必須要不斷的壓低他的成本 那你說說看 現在的食安公告 那些豬油 哪一個不是為了壓低成本 去向國外採購那些豬油 還有 為什麼他們會有塑化劑的問題 因為我就是洗淨劑 就比塑化劑還要對啊 所以我才會去買塑化劑 來加在飲料裡面 哪一個不是為了要降低成本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義美 他一直堅持不上市上櫃 也是為了 也是因為他也要保留他鼻子的堅持 你們另外一個討論這個點上 我上回跟你們講到 長春化工業行場 那個點型不上市 比如說他都用他自己的資金 他不跟銀行界的錢入 不帶款 化工業那麼大的 那個資金集中的一個產業 他怎麼會這樣說 不上市公司才能控制他自己的原始股東手上 因為他是重經營的 不上很多是靠炒股 靠炒房地產 靠炒什麼東西來至上 所以這種公司是強調什麼 強調道 你們要了解 所以這個道的東西雖然現在很少人家談 但事實上你看這家公司 你說一開始談高騰腳先生 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高騰腳先生這樣的話 真的很值得令人家敬佩的人 你看他搶救廚祭 你看看這一部分 他搶救廚祭 李鴻熙這個憲法專家 是台大的教授 為了拯救一些廚祭 然後登門拜訪 找高騰教 請他幫這些廚祭安排落端的位置 他就這樣做了 看到沒有 那這一段是蠻改良的 而且他還什麼 他還辦那個台灣新聞 China News 台灣News 英文報 所以就這一兩點 而且強調勤儉見家 高晟明是不是他的 他兒子是 他的高騰教授在2001年 所以你這樣一看的話 你可以發覺國內的食品業 如果每一家的食品業都有這樣的良心的話 我們今天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食品 都是添加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這是對身體直接傷害的 這些人不這樣做的 所以決勝的觀點在道 同學你要好好體會一下 任何行業都是一樣 道在哪裡 道就是一個能夠讓大家所有員工 都能夠號召他們的心思 上下同意的那個號召的東西 那個號召點 那個是決勝關鍵 所以你同不同意呢 你好好思考一下 好 我們今天這組同學 再來的Presentation 還有什麼問題 是 還有 老師請教這個道理中標籤 那他這個案例 也有講到一個是 你之前想報告的事情 他說對外先是員工個人 聽到這個 員工個人的情侶 那一般我們再講說 道理要是讓大家 這台節目也是嗎 對 員工不能配合 那道理是上位的影響 到底是員工本身 這個地方 那麼久的公司 難免會有凸垂的地方 螺絲難免會鬆掉 那瑕不掩餘啦 這家公司當然會有凸垂的地方 所以 我寧願是看他的整體的 這家公司不在平常 許多公司的情侶下 你說員工不配合 到底是上面的人 你有把觀念 從上面的人 清楚的力量 還是員工本身 有些人 是個人的 是 這個 這個 當然 有各種可能 我不敢這樣講說 一定是誰 但是這裡頭 其實 公司是要負責任的 因為商道商道他的品牌 所以他在這些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一定也受過傷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樣 很快的把一些問題的 把它解決掉 把員工派換掉 如果是員工 或是高層 那至少這家公司是一個 到現在為止是很全面的 相當正面的 搞十比一的就在整面 因為每天為2300萬人負責任 身體健康負責任 他自己有實驗水 而且去年石油風暴發生的時候 唯一跳出來 然後幫助政府說 怎麼樣去掌控整個油 從進口 或是從製造原料開始 一直到最後 到每一家的飯桌上面 整個那樣的一個產鏈 這樣的一個供應鏈的過程上 怎麼樣幫助政府 怎麼樣去做好這件事 後來不知道政府的官員 不知道有沒有找他 去好好去研究一下 怎麼樣去掌控這個東西 高市民所以他 他有這份心 這就是道 所以今天你已經談到 談到這個義美啊 他在台灣整個市場的 各個方面 食品方面的形象 基本上都比其他的行業都高出很多 不知道各位同不同的看法 有沒有有一些地方 你們要問自己 還有沒有什麼點 對 伊宇哥 老師 你既然 既然這座意思經濟 避免得到 那他既然知道其他油門 不可能有問題 那怎麼冷靜讓我們國人 在接受這些油門 試圖在無數敵的情況下 這個他們確實早就知道了 他們只是有懷疑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績效的 你看報紙在報說 哪有在賣油的人 自己不培養一個煉油班 你知道煉油班 炸油班 就是人家賣油對不對 特別是賣豬油 賣豬油一定要油一定要 在那邊炸 那炸油是非常辛苦 而且風險很高 人家那麼高溫的情況下 躲在一個密室裡頭 然後在那邊炸油 連續這樣炸 對員工耗水很大 其實你一看哪一家公司 你說像那個 大家想要衛營沖 像他們頂心賣油的 居然一上台以後 到了衛選以後 立刻做了件事 就是把他的內油班 把它給裁撤掉 那就代表說這家公司的油 從此以後 從哪邊出來 從外國進來 那從哪邊進來 是從美國 從日本 從歐洲進來嗎 不是 從越南進來 你就可以知道 這家公司的心態 他的經營者在想什麼 知道嗎 那這種事情 你說在同行還講的話 其實同行 同行要互相尊重 那如果有人知道 去對外面舉發的話 這有很大的風險 他是個兩面對 或許他應該要公布 可是公布的話 他會受傷 他會遭受很大的重視 或許是應該利用 那種旁敲撤擊的方式 我不知道 這是看每個人的想法 但至少他能夠 他能夠堅持他自己的本業 他全部人都這樣做 他能堅持這樣做 這個你對他要求是比較高的一些 你說你為什麼沒有買一支哨子 然後把哨子把它吹一下 所以哪邊有問題 但是他這一吹的話 可能會吹出自己很多的問題 或許他應該把一些情報 放給其他人去爆料 或許 那確實我們台灣經過過去這一兩年的 這個史蘭風暴以後 確實我們可以發現哪些才是真的 哪些在混 總之啊 台灣人這個盜 盜的心啊 太薄弱了 哪一個行列還在強調這個盜 不是你要知道喔 道是最後決勝的關鍵 你好好體會看 各行各業都會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謝謝我們這次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能夠繼續